風浪不超過三級,不強迫各位穿舊生衣 所以今天就不強迫各位穿舊生衣 來,船一棟,風就來了 我們可以拍我們會館很漂亮 其實四周圍你把它看都是非常美的 你看到哪裡都覺得哪裡很美 我們這裡真的可以避免江南 而且這裡的天氣也最像江南 在夏天的時候,這裡每天下午都會下一陣雨 所以我們的船就跟江南一樣,會有什麼?井蓋,像黃烏一樣 所以曾經有人告訴我,你們這裡的房子怎麼會在水裡走 就是這個樣子,有一點像對不對 來,從剛才在上面呢,一棟橋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義紅道 從這邊看呢,義紅道也幾乎是滿水味的 幾乎快樂也 那我們這裡呢,為什麼? 下午的時候你看看,這水氣繚繞有沒有 跟那個江南的風光是很美的,一樣 來,我們的正前方呢,有一個什麼?噴水 那噴水的地方呢,就是在二戰的時候呢,美軍在這裡投了上個大陣 其中一個衛爆彈的露點就是在這一個,這一點 那我們呢,就把我們的衛爆彈呢,把它裹進整理以後呢 送到最高的地方,南南的有沒有 最右邊的那麼南南的地方,在那邊做展示,做紀念 那這個藍色的呢,藍綠色的這個大壩呢,是大壩 那前場是250公尺寬,6公尺 那這個本來呢,它是水泥,不是水泥的,本來是泥土的,土壩 有彩虹喔,有彩虹喔 雖然沒有太陽,可是還是有彩虹的,很漂亮 從這邊拍過去,會館呢,很美,這樣子拍很美,非常美 哇,來到這裡呢,我覺得齁 我在這裡當解說人在當這麼久,我再怎麼樣都不會厭見 這個地方真的美,百看不厭啦,我真的很喜歡 那我們看看那個彩色的,有一個人在左的那邊呢 就是我們的獨木舟,彩色的小船呢,就是我們的獨木舟 就是我們的獨木舟齁,來,我們呢,看看我們右手邊 這三棟六間是前口唯一合法的水上屋,水上高角屋 全國歐洲,我們蓋完了,本來還要想蓋齁 可是呢,法國已經蓋了,水庫上面不得怎麼樣? 蓋房子 有沒有人住? 蛤? 有啦,那大家也稍微要來蓋 我也是,要錢 他當然也要錢 到便宜的,大家也稍微要蓋 他這間價是一萬二 而且呢,整個水庫能夠釣魚的地方就只有這個地方 所以下面的三個平台叫做釣魚台 所以釣魚台是我們的,對不對? 可以釣魚 可以釣魚 整個水庫能夠釣魚就三個平台而已 那三個釣魚台而已 那,在這個房子呢,它是叫做醉小樓又石稱涅套 它每個房間呢,都是17坪 然後呢,它旁邊有一個小房間,對不對? 裡面是按摩一缸 你躺在那邊按摩的話呢,可以從裡面看到外面 除果的風光或是夜景 然後從外面看不到裡面 那個小房間很漂亮,很美 來,我們那個橋呢,叫做紅印星橋 它是剛過的,可是它的橋面設計是什麼? 吊橋式的設計,走起路來呢,會怎麼? 上去